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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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 所有的合作大片都被呈现在了网友们的眼中 昆昆和乡奶奶合作的时尚大片是最简单的黑与白 却完美地呈现出了蔡徐坤的狂野不羁 微微湿润的头发让人温柔的目光 我们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其中 就算是对蔡徐坤不熟悉的网友 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蔡徐坤的表现力很强 点赋了大家对他以前的印象 除了时尚大片之外 另一大惊喜就是蔡徐坤出席了杭州某活动 被参与了走秀环境 西湖断桥时装秀如其上演 而坤坤就在著名的西湖断桥上 为粉丝们献上了他出道以来的首场 踢台走秀 梳起了大背头的蔡徐坤 仿佛是从漫画了走出来的男主角 又帅又帅 对于Aken来说 蔡徐坤的帅戏 就是冲破次元壁的存在 一身白色唐装的蔡徐坤压周出场 一亮相就成为了全场焦点 相信Aken也是相当自豪的了 另外上一周频繁更新微博的蔡徐坤 也给了Aken制造了不少的小惊喜 尤其是周末16日下午6点 蔡徐坤更新微博 晒出了一张写满歌词的纸 还在微博上写道 写歌和唱歌 就像睡觉一定要穿最舒服的衣服 不一定要多贵多华丽 自己舒服就好 这次更不给Aken们带来了极大的意外之喜 昆昆这是又在创作写歌了吗 有执着的Aken仔仔细细的将模糊不清 的歌词从头看到尾 青色的歌词中还带着一点小浪漫 这真的是一首新歌 Aken表示 昆哥一连生了五个儿子 粉丝们猜测 难道这次是女儿要出生了吗 如此高产的蔡徐坤实在是让人惊叹 又残华又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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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